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讲一下一个封闭体系 这部分是一个热的东西 这部分是一个冷的物质 热的物质我们管它叫做A 冷的物质我们管它叫做B 然后这个门打开以后 这个热量就可以从热的东西传到冷的一个东西里面去 根据公式 因为A这种物质它是高能它的热量会流失 它等加上QB Gain 那是等于零的 整个体系的能量是不变的 热量是不变的 然后我们把公式再演化一下 小CPAP P就告诉我们 这个725遍 Constant Pressure 乘以T Final 最后的温度 这公式 这公式在考试中应该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立体 它这样讲 它让你求 就会变得到 那根本的温度 在温度 我们下车 对 就会变得到 它是 有没有 有没有 那是 有没有 有没有 自己也大一点 就要最后 把铁原来的温度是1200摄氏度 把铁扔进100千克的水 水的初始温度是15摄氏度 最后温度是多少 我们把刚才那个式子写来这里 CPA-FINAL 就是最后的温度 减掉刚开始的温度 加上CPB 但注意这种小C 不是大C C大C的话是跟摩尔有关 TFINAL 减掉TB 它是等于零的 CPA 我们把PA设成Steel 所以就变成CPSteel TFINAL FINAL我们要求 初始温度 1200摄氏度 CPB CPB是水 乘以FINAL 我们也不知道 减掉TB 水刚开始的初始温度 15摄氏度 等于零 我们这里哪些东西是知道的呢 CPSteel知道 在这里 TF不知道 CPHRO 题目会告诉我们 要通过查表来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 以质量来求这个位质量了 CPSteel 我先写在这里 就等于0.46 交每摄氏度 每克 CPHRO 我们查表会告诉我们一个大CP 就是摩尔的 水的 一个 笔热绒 这就等于 75.3 加尔 每摄氏度 每摩尔 然后我们要求出它的小CP 为了跟这个题目符合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小CP 小CP HRO Lution 就是 这个大CP 写大一点 大的CP HRO 除以 乘以多少克每摩尔 乘以 水的话是 水的话的球这里有多少摩尔 就是乘以一个 N N N的话是 100天克 就是100乘以10的三四方克 除以 水的摩尔 Molar mass 18.015克每摩尔 我们这样乘出来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小CP 小CP 水 水 入水 水 水 液态 得出答案是 4.180乘以10的 5次发胶尔 摄氏度 我们刚才更正一下 题目讲的是 CSP Specific Heat Specific Heat 就跟 小CP的关系是 乘以一个它的质量 所以 我们还是没有得出 CPSTILL的 小CP STEEL 就是 CSP STEEL 乘以 它的质量 质量给你是500克 所以 CSP STEEL 乘以一个500克 我们得出答案是 230.0 加尔 每摄氏度 这两个值 来求最后的TF 所以 把这些值全部带进去 TA 等于 TA在这里是1200摄氏度 15摄氏度 把所有值带进去 我们可以求出最后 TF的答案 TF F F 的温度是 15.65摄氏度 刚才呢 题目的核心是 灵活的运用这个式子 而且是 而且是 关于把CSP 小CP 大CP 之间的转换 关于这个转换 大家可以看我上一个 视频 我有讲 下面我们讲一下 如何测量 含边的一个设备 CALORIOMETER 它是这样的 看我卓尔的化工 这是一个封闭的炉子 这是一个温度计 然后 然后 然后这里有很多反应 然后这里有水 它可以通过反应 通过水的 倒过来 倒给温度器 看看温度变化多少 然后这个 这个盒子 叫做 Dewall Flask 大概就是一个 画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 有点复杂的一个容器 Delta H RXN 就是整个反应的含边 它是跟 这个设备 它温度计显示后 它这个含边 是成一个复制 为什么呢 反应如果放出热 整一个 CALORIOMETER 它是吸热的 所以放出热 它Delta H 就会是复数 而整一个CALORIOMETER 它是吸热的 它Delta H 就是一个正处 通过这个设置 我们可以推导一下 Delta H 设备 等于 小CP 就在 CALORIOMETER CALORIOMETER 这个设备的 比热容 成为 Delta T 温度的变化量 那Delta H 反应 它就等于 负等 小CP KAL 乘以Delta T 我们看个例子 他问 他说 把2.5克的 50克的 绿化氨 现在是固体 他把它溶解成 溶解在 100毫升的 水中 然后 它是在一个 这个东西里面 进行翻译的 KALORIOMETER 它的 小CP 它是等于 418 8 焦 梅卡尔文 在 1.8的情况下 我们观察到 整一个温度 TKAL 它是下降了 1.65 摄氏度 太阳力求 Delta H 圈圈RXN 关于 绿化氨的 溶解 求的单位是 千交美罗尔 我再把题目 陈述一遍 把2.5克的 绿化氨 放进 100毫升水中 这个反应 是在一个 KALORIOMETER 里面反应的 我们知道 KALORIOMETER 的 笔热融 是这点 然后 我们观察到 整一个KALORIOMETER 它最后温度 降低了 1.65摄氏度 它让你求 这个 绿化氨 溶解的 Delta H圈圈RXN 就是 标准 就是 标准 韩变 美摩尔 我们先把整个反应的粒子写在这里 这个柿子写在这里 绿化氨 现在是固体 把它放进水中 它会溶解成 氨离子 加上 氯离子 整个反应有一个 Delta H圈圈RXN 在这里 我们知道 Delta H RXN 它是等于 负的 小CP KAL 称于 Delta T 我们可以 随时算出这个答案 下 负 我们先写在这里 CPKAL 题目告诉我们 是418焦 每KAL 它温度的变化量 是1.65摄氏度 因为 摄氏度跟KAL 它的 度量横水一样的 就是每变化 一摄氏度 就是变化 每 一KAL 所以 这又 等于 1.65 KAL 我们得出答案 Delta HRXN 它是等于 正的 689.7 8.7焦耳 我们现在要求的 Delta H 圈圈RXN 就说明 是总一个 就对于这个方程式而言 我们看一下 这有多少摩尔的 绿化氨 这有25克 绿化氨 所以我们就用它的M 除以它的Molar mass 2.50克 对不起 除以它的Molar mass 是53.49克每摩 我们算出来 N是0.4674摩 Delta Delta 圈圈RXN 就等于 因为这个式子里面 有一摩尔的 绿化氨 所以Delta H圈圈RXN 后面跟着的Molar 就是 绿化氨 的Molar 所以Delta 所以Delta H圈圈RXN 就等于Delta HRXN 除以 那N N是什么 N是绿化氨的 物质的量 也就是 总一个方程式 所以我们得出答案是正 14757 加2 每摩尔 题目要求我们算出 它是千交每摩尔 所以 我们写下面 H圈RXN 就等于 这 14.8千交每摩尔 因为我们考虑到SIGFIT 它最多的SIGFIT 只有三个 所以我们就先 这三个 它最少的 SIGFIT 三个 现在问个问题 这个反应 就是绿化氨的融解反应 它到底是一个吸热的反应 还是放氧的反应呢 我们观察到 Delta H圈圈RXN 是一个正数 就说明 绿化氨这个反应 它是吸收热量的 它这个反应 这个体系 它能量是升高的 所以我们调到它叫做 endothermic 另外一个设备 是来测燃烧反应的 标准含变值 它的名字叫做 我还是画在这里吧 大家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认识 这是一个温度计 就有一个搅拌的东西 还可以拌一拌 整个反应 整个水溶液 它温度分布均匀 就有氧气通入 只有反应的sample 这两个呢 就是用来点火 是整一个反应燃烧的 它整个的V是constant 因为我们知道 delta H 等于delta U 加上 因为我们这里 V是constant 就是delta P 乘以V delta U 又等于Q 加上W 也就等于Q 减掉delta P 乘以V 所以最后delta H 会等于Q 它的含变值 就等于它热量的变化量 因为它的体积是不做功的 接下来有一个例题 它这样讲 把2.218克的C6H5 COOH 这就是本甲酸 把它放在这一个 Balmocalorie meter里面 Balmocalorie meter里面 燃烧了以后 它告诉你 Cp calorimeter 跟上面那个最原始的 calorimeter一样 是18.94千焦美膜 没开吻 问题有好几个 第一个 他说 他观察到温度 是升高了 3.094摄氏度 他要你求 好几个 Balmocalorie meter Standard energy of combustion per gram and per mole of温假酸 我们先把这个题目算出来 Delta H 就等于负的Cp 卡尔文 然后乘以一个Delta T 等于负18.94天焦 美摩尔 每开吻 乘以 它温度的变化量 是正的 3.094 开吻 等于 负18.60天焦 然后 我们第一个算出他每一克的 Delta H Rxn 每克 它是等于Delta H 出于 总共多少克 2.218克 算出答案是 负26.42千焦美 每克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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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 H Rxn 每克 就是Delta H 出于多少 瓦 and的话 我们通过算出答案 可以 直接把它谈起来 and就等于 质量出于整一个C6H5 Coh的molar mass 它就等于 负3226天焦 每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在苹果手机上 有一个很好的应用 就是你做题目的时候 可以直接算出 你把这个方程式 就把这个物质竖进去 它就可以算出它的modal mass 这一个应用 我帮你们看一下 它的名字很简单记 这个程序的名字就叫CMM 叫做Chemical Molar Max 你输入这个东西到App Store 就查出这个东西 这应用非常好用 屡试不爽 这叫什么 爱不试手 其木 第二个问题 这样问我们 他说 还要不试手 打开 点灯 下 高 凲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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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求 delta H Rxn 用那个 molar xp of formation. molar xp of formation 就是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是要的 H 圈圈 F。 这个怎么求呢?我们要把整个方程式的式子写在这里,C6H5 COOH,它是个二分之十五分氧气,它生成七分氧化碳。 加上,我们也在这里写下,笨加酸的话,加上三分 H R O。 只有一个反应,它是让你求 delta H Rxn,这样的话,最后有七分氧化碳生成。 我们就写在这里,7 delta H 圈圈 F COOH,加上三分,最后生成水。 大家要注意,水这里是一个液态。 所以,题目告诉你,因为水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它的 delta H 圈圈 F 的值是不一样的。 再减掉,最后它的 reactant,C6H5 COOH, 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写氧气进去呢? 因为,根据我们书本告诉我们这种单字, 比方说氧气啊,还有像碳的数字, 它是石墨状态,还有各种单字。 它的moral entropy or formation 都是零,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写进去。 我们把几个数字带进去。 H 圈圈 F COOH,它是-393.5,千交美默。 然后,H 圆圈 F COOH,它是-285.8,千交美默。 然后,减掉,delta H 圆圈 F COOH,它是-385.2,千交美默。 我们就等到得到整个反应。 就等于-3226.7,千交美默。 现在我们讲一下,刚才那个大CP, 大CP,它的分子状态下的一个阐述。 根据书本,它有三种分子的移动状态。 一个叫做translation,一个叫做rotation,一个叫做vibration。 translation就是一个位移的动作。rotation是旋转。 然后,vibration就是这个分子本身的震动。 我们知道,delta U,就等于U final,减掉U initial, 就等于根据单原子气体分子的一个CP, 就等于三分之二,tf,减掉ti。 我这里讲一下,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单,不是单分子, 是单原子气体。 而Ek等于二分之三rt, 是我们很早就提到的。 叫做mean kinetic energy permalpha gas。 然后,我们在这里写上,delta H就等于delta U, 加上delta PV,delta H就等于二分之三r, 乘以delta T,加上delta PV,因为PV等于nrt, A的话,我们这里是摄氏一摩尔的一个气体。 所以,它就变成delta Rt, 也就等于二分之五r乘以delta T。 它的大CP,就等于delta H除以delta T, 就等于二分之五r。 我们把R带进去的话是,算出来是二十点七八交美摩尔梅卡尔文。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书本上的话, 像单原子气体,比方说奶气啊,氦气啊, 它们都是这个值。 下面还有一个叫做Rule of多龙 and Perteet。 说到多龙这个人,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 是不是周星熙一部电影的任务啊? 然后,他这样说,大CP,像铝,金子,钙啊, 还有各种金属。 它是越等于三R,也就等于两二四点九交摩尔梅卡尔文。 这只是它的一个Rule,在选择器里面可能会出现。 关于这个什么什么,波龙和Perteet的一个Rule, 它的大概的概念。 然后我们复习一下,上一个video里面我们讲过的内容, 那些内容也会在这个quiz里面出现。 第一个重要的支持点叫做Hass law, 我们用一个例题来讲一下, 它第一个设计是四分氨气, 加上五分氧气, 生成四分氧化氮, 加上六分水, 它的第二个H,全权RXN, 第一个设计是-1166千交美末。 第二个设计是四分氨气, 加上三分氧气, 它生成两分氮气, 加上六分水, 第二个设计是-1531千交美末。 它让你求-H-RXN for第三个设计是N2G, 加上O2G, 生成两分NO。 关于这种Hass law的, 我们就是英语叫做manipulate, 我们就是把这几个设计翻过来翻过去, 或者成一个系数, 使它最后加起来以后, 各种相同部分抵消以后, 生成最后一个方程式。 我们来展示一下这个manipulation这个过程。 首先,我们观察到左边有一份氮气, 而第二个设计里面, 右边有两份氮气, 我们就把第二个设计翻过来, 再乘以一个二分之一。 那就这边就有一份氮气了, 加上, 我们把每个系数都除以二, 就是一份氮气三份水, 加上两份氮气, 加上二分氮气, 加上二分之三分氧气。 这里, 它的反应的函变值是一个负的, 因为我们把它翻过来了, 然后每个系数除以了二, 所以负二分之一的delta H圈圈Rxn1, 我们把每个设计都加上下标, 最后上的时候就不会忘掉。 我们又观察到最后, 这里凶成了一个份氮氧化氮, 氮氧化氮在哪里有呢? 在第一个设计里面有, 而且这是在右边, 这个也在右边, 所以我们就不用把它翻过来了。 我们观察到这里的系数是二, 这里的系数是四, 我们就直接照搬第一个设计, 然后再乘一个二分之一。 所以它就是两份的氨气, 加上二分之五份的氧气, 生成两份的氧氧化氮, 加上三份水, 它是二分之一, 没有负号乘以delta H圈圈Rxn, 第二个设计。 我们把这两个设计相加, 我们可以看到氮气在这里, 水的话, 这里三份水, 这边三份水约掉, 这有一份氨气, 这边氨气也约掉, 我们这里有二分之五份氧气, 这里二分之三份氧气, 就是二分之二份氧气, 就是一份氧气。 那边的话, 现在只剩下两份氧化氮, 整个设计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设计是delta H圈圈Rxn, 三, 就等于负的二分之一delta H圈圈Rxn, 一, 加上二分之一delta H圈圈Rxn, 我们得出答案, 是正的一百八十二点五千交美摩尔。 Henslot的主要应用, 还是把整个式子通过各种方式, 来生成最后的一个式子。 。 第二个例题是跟molar entity of formation有关, 就是H圈圈F有关。 它这里给你一个反应, 两份氧气, 加上四份氧气, 加上三份氧气, 生成一份二氧化碳, 加上两份碳三杆 这个碳是一个石墨状态 而不是金刚石独生钻石状态 因为金刚石状态跟石墨状态的 H全权F是不一样的 石墨状态H全权F就是零了 它要你用那个table14.3的一些数据 来计算 计算什么呢 对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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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一个Constant Pressure的情况下反映的 他让你计算整一个反映HXX2XN和如果有500.0千克的态效盖生成 它整一个热的释放值多少 我们先来算第一个就是HXX2XN怎么算 DELTA HXXXN 我们就不用DELTA了 用HXXXN DELTA在这里 DELTA HXXXN 等于两倍的HXXXN 它反应物是什么 加上 不是反应物 这是生成物 加上HXXNF COR 然后我们看一下 左边 生成物有没有DELTA HXXNF 干 氧气 炭 它都属于一种端质 它的数值就是0 所以我们只要算出右边的数值就行了 那我们插表 可以算出一个是1207.6千焦每摩尔 加上 这是减去 加上也可以 加上负的393.5千焦每摩尔 算出来的值是-2808.7千焦每摩尔 就说明这个反应是一个非常放入反应 然后第二个 他问有多少能量释放出来了 DELTA HXXXN 又等于DELTA UXXXN 加上 用Consent Pressure 所以DELTA就DELTA在V上面了 DELTA UXXN又等于Q加上W W等于-P乘于DELTA V 加上P乘于DELTA V 所以等一个DELTA UXXN就等于一个Q 然后每两份碳塞钙 那边有两份碳塞钙 它是对应一份DELTA HXXN的 我们只要算出有多少摩尔的碳塞钙就行了 这又等于一个Q N 碳塞钙 就是等于碳塞钙的质量除以它的Modermat 碳塞钙的Modermat 应该大概在100.05左右 所以我们算出来是4996摩尔碳塞钙 因为我们两摩尔碳塞钙对应一个DELTA HXXN 所以把它除以2就是2498摩尔 乘于这个式子DELTA HXXN 等于2808.7千焦每摩尔 这就是Q 也等于DELTA HXN 没有圈圈圈 没有圈圈 就是DELTA HXN 那Q就等于-7.016乘以10的6字方 拆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值 接下来我们讲一个题目 关于建能跟热化学的反应 热化学反应的关系 Given that DELTA H 是氯 它是单原子状态 大家记住 这是单原子状态 而不是氯气 它的生成还是121.3千焦每摩尔 所以如果它是单质的话 它是零 它现在是一个单原子状态 所以它更高一点 也就是碳 碳的气体状态要比碳的固体 碳的固体状态是零 但是碳气体状态就要高一点 然后我们还知道 四氯化碳 这种的气体状态 它是95.7千焦每摩尔 他让你球 现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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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碳球平均的一个 这个键能是多少 就是碳氯键的一个键能 我们把这个反应先写在这里 碳是气体状态 加上四分氯原子 也计是氯原子不是氯气 因为我刚才曾经做错过 然后生成一份CCL4气体状态 CCL4我们在这里写出来 它的一个分子流氯字式 我点点就不写了 它就是有四个碳氯键 所以delta h 圈圈 ixn 我们先把它算出来 就等于delta 圈圈 h 最后有多少个四氯化碳呢 是一个 那我们就系数就是一 四氯化碳是氯化碳 在减掉生成物 而反应物中是一个氯化碳 加上减掉四个氯化碳 把这个数字算出来以后 我们算出这个值是-1297.6千焦每摩耳 我们观察到整一个生成物质 它是释放了1297.6千焦每摩耳的能量 还有另外一个式子告诉我们 delta 圈圈 ixn 就等于delta h bond reactant 里面的减掉delta h bond product 里面的 就是用多少能量 要把reactant 里面所谓的bond 打开 然后有多少能量 把最后生成了product里面那些键以后 释放了分能量 我们观察到生成反应物里面是没有键的 它们都是单元的状态存在 而生成物中有四个键 所以我们把四个CCL 所以CCL平均每一个键 它的能量是在生成是324.4 通过插表以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值 算出来的值跟那个实用值是很接近的 就像我们讲一下最后一道题目 最后一道题目跟我们第一道题目有点类似 我只是把它做一个温习 它是这样讲 有50.0克的合金 它刚开始的温度是25.0摄氏度 把它放进100.0克的水中 水的初始温度是55摄氏度 然后它说最后T-final水和合金的温度都变成48.1摄氏度 它要你求CSP specific heat of alloy 就是小CP除以它的一个质量 我们这里写出原来的一个方程式 这样QH hot Hot 水hot 加上QLaw 哪个温度低 Metal的温度低 它就是等于0的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小CP Hot 水 水再乘以一个T-final 减掉T-initial 就剃水好了 加上小CP的alloy 乘以T-final 减掉T-alloy 等于0 水的物质量是100.0克 除以水的Metal mass 18.015克每摩尔 就是5.55摩尔 差表可以知道 大CP 水 是75.3 焦每摩尔 每开文 所以 小CP H-R-O 就是等于大CP H-R-O 称于N-H-R-O 它是417.9焦每开文 然后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417.9焦每开文 一开文 乘以48.1摄氏度 减掉55.0摄氏度 再减掉小CP H-R-O Final temperature 48.1摄氏度 减掉25.0摄氏度 是等于0的 因为这里都是delta值 所以1摄氏度等于1开文 这个我反复强调 所以我们算出来小CP 而是C-S-P C-S-P 4.8焦而为开文 除以质量 是50.0摄氏度 50.0摄氏度 所以算出来是2.50焦 4.0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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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摄氏度 5.0摄氏度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对题目里面有任何的更正 或者有意见的话 都可以通过微信发给我 我会详细的解答的 那么大家下次再见